各位,現在是英國時間4月7日下午4時 歡迎收睇新聞傳送,我是王俊賢 The Independent 揭露,財商三位成太太阿克沙塔報稱non domicile 即是並非以英國作為定居地 因此無需就總值超過1,150萬英鎊海外股息收入交稅 相信省到幾百萬英鎊稅項 財政部拒絕評論 薩尚良漢信本來拒絕就爭議發表評論 不過只有向記者說 調查財商三位成太太阿克沙塔最無身份是錯誤的 因為家人不應該被捐入政治 所謂non domicile 即是並非以英國作為定居地 非定居身份雖然合法,不過有一定爭議 如果英國居民的永居地在國外 可以申報非定居身份 不少有錢人就透過這個身份避稅 據報阿克沙塔持有印度家族生意Infosys 0.93%股份 價值6億9千萬英鎊 上一個納稅年度,他獲取股息總值1,160萬英鎊 不過因應他的稅務身份 因為他不需要為海外投資收入 海外租金收入或銀行利息收入 繳納英國稅,甚至可以規避英國的遺產稅 阿克沙塔發言人回應說 阿克沙塔是印度公民 而印度不容許雙重國籍 所以只能申報英國的非定居身份 重申他一席,並且會繼續就英國所有收入納稅 工黨繼續追擊森米城 黨傅司機嫌職責森米城任內提出加稅15次 形容是極其虛偽 工黨批評森米城一方面接連向國民加稅 而自己家人就因稅務身份而得益 是保守黨不遵守自己所訂立的規則一個例證 促成森米城就事件解釋 2018年HMRC的資料顯示 Kensington和Wattminster的居民當中 有超過一成二是申報非定居身份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和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發言在英國申報非定居的人數 由2001年的16萬2千人增加到2018年的23萬8千人 申報或懂得申報非定居的是什麼人呢? 那個調查就發現普遍是從事金融、會計工作 其中22%的高收入銀行家都是申報非定居 研究還發現申報非定居人士當中 有大約七分之一是來自印度 和來自美國的數量相約 其餘主要來自西歐和澳洲等國家 也有越來越多中國人或前蘇聯國家人士申報 俄羅斯入侵沃南第四十四日 俄軍繼續入依加強東部戰區戰鬥 隨著俄軍撤走北部軍隊 烏軍陸續結時俄軍在佔領期間行為 一直現落貝爾 俄軍在全球最高輻射區挖戰豪和駐紮 導致多人受到輻射感染 英國國防部情報顯示 俄軍繼續將戰鬥重心轉到烏東地區 在頓巴士 俄軍繼續針對機箭、轟炸和展開地面攻擊 指在截斷烏軍補給 不過同時說俄軍面對嚴重士氣低落問題 而俄軍也受到補給和人手不足問題困擾 俄軍撤走北部軍隊 在基赴外圍的大屠殺暴行曝光之餘 俄軍在赤爾諾貝爾複射區也被要求作出不尋常行徑 或蘭軍方發放無人機高空片段 見到在發生過核災難的赤爾諾貝爾核電廠 500米外面的紅樹林 俄軍在該區挖戰豪和見到有坦克痕跡 紅樹林得意為名 因為1986年核電廠4號機組爆炸和發生大火 導致嚴重核洩漏 附近的樹林因為核輻射令樹葉變紅色 所以那個全球核輻射最高的地區被稱為紅樹林 而自此滅無人煙 不過俄軍在2月24日開戰當日已經盡佔核電廠 片段也證明俄軍軍官要求士兵在紅樹林發戰豪 據報上月底在紅樹林註冊的俄軍感染急性輻射病 要送到白羅斯醫院救治 最終導致最少1死73傷 核電廠公司證實在該區挖戰豪的俄軍遭受嚴重核輻射感染 在北約峰會 沃蘭外長傅列巴重申 現時國家需要的是武器、武器和武器 北約成員國捷克被影響將多部蘇制或俄製坦克 由火車運送到沃蘭 沃蘭國防部長確認對方提供主要武器 不過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拒絕提供什麼武器提供更多細節 不過認為北約成員國正是做非常重要的事 包括重型系統配合較為輕型的系統 另外美國國防部官員說 正是訓練沃蘭人使用小型反彈黑無人機 可以一人攜帶和操作 白宮在上月中說會向沃蘭提供100部無人機 俄羅斯總統普京大屠殺暴行觸發西方加大制裁 最新一輪涉及普京兩個大女和外長拉夫羅夫親戚 沃蘭總統塞連斯基認為制裁力度仍然不足 美國對俄實施經濟措施禁止新的俄羅斯投資 對兩家俄羅斯金融機構AlphaBank、Superbank 和其他主要國營企業實施嚴厲制裁 另外也針對俄羅斯政府官員和其家屬 包括普京成年子女和外長拉夫羅夫親戚實施制裁 英國也針對多個俄羅斯寡頭 俄羅斯最大銀行Superbank 和Gredit Bank of Moscow實施制裁 外長塞維斯說 與俄羅斯有聯繫的世代已完結 並且說已無時間再坐下去 見到俄羅斯並沒有撤軍 而是重新部署加強東部戰鬥 扎蓮斯基對新一輪制裁表示歡迎 不過表明仍然不足夠 西方應該要截實杯葛俄羅斯石油 說克里姆林宮在石油出口上賺太多 所以覺得無需要認真看對和談 他說堅持要求俄羅斯銀行完全由世界銀行系統當中剔除 俄羅斯是世界第三大石油生產國 超過一半輸出到歐洲 針對俄羅斯能源,美國已經禁止所有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進口 英國就承諾在今年完結前 停止入口所有俄羅斯煤炭和石油 俄盟依賴俄羅斯四成天然氣和四分之一俄羅斯石油 表明2030年前會轉用其他出口國 令到歐洲可以由俄羅斯能源當中獨立 他香港消息 被視為下一屆香港特首選舉唯一入閘參選人李家超 今日委任三個選舉開支代理人 並向選舉事務處提交相關表格 三個代理人包括立法會前秘書長吳文華 信和集團副主席王永光 和全國政協委員陳精霞 表格見證人就是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 一報道譚耀宗終會擔任競選辦公室主任 港區人大代表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前局長譚志源 終會出任副主任 據悉李家超的競選工作得到建制派不同勢力支持 主任的是由譚耀宗統領的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包括有林鄭月娥支持者、梁瑩、民建聯和京民聯等政黨 《入線新聞》報導 李家超早離開荷文田住所時 沒有回應記者提問 他之後去到灣仔中環廣場 記者問他是否受到中央祝福 他亦沒有回應 報導引述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 說李家超的競選辦公室初步打算設立在中文廣場 自己亦會提名給他 並且幫他助選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拒絕評論李家超是否升任特首 說自己唯一的責任是做好特首選舉 他說政務司司長一職已經報請中央任免一併考慮 又說就算暫時懸空 工作也會繼續有人做 李家超共事五年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 說從來不會評論個別官員表現 作為問責官員更不會評論以前的同事 不過處理民政事務局局長成績致就率先表態 說與李司長合作無間 形容李家超是一個很好的領導 不過未有透露自己是否打算下屆連入 要入閘參選特首需要取得包括立法會議員 在內最少18個選委提名 並且拿到750票以上支持票才勝選 多個議員已經公開表示願意提名 包括選委會界別的管浩明、九龍東、工聯會的鄧家彪等等 李家超昨日會見傳媒用中英文讀稿 說自己已經整持並且休假 如果辭職獲中央批准 打算參選下任特首選舉 也會盡快對外交代下一步工作 不過沒有回應任何提問 香港確診數字回落 單日新增2644宗確診 1368宗經PCR檢測情報 另外再多97人死亡被驗出病毒 大應波疫情累計超過117萬宗確診 累計8344宗死亡個案 中位數86歲 死亡率0.71% 醫管局留意數字回落1萬宗以下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憲說 目前有9,369個病人留意 當中12人危殆 21人情況嚴重 在中國 上海新增近2萬宗確診 在有疫情以來新高 全市週一陷入封城狀態 250萬市民被迫做全民檢測 居民被禁忠 同時禁止他們外出買必需品 不過居然出現糧食短缺情況 居民只能預訂食物和水 之後等候政府派發 不過全市封城令物流追不上需求 零超級市場甚至政府物資都不能準時派發 而很多物流人員同樣住在受限區域 變相整個物流系統人手減少 有居民說他們完全沒有糧食供應 政府承認目前面對困難會盡力改善 另外上海市要求 如果家長確診小朋友需要被移走 當局之後回應說 家長需要陪同小朋友去到隔離營 不過路透社報導說 有小朋友就算家長沒有確診 都要被強制隔離 計東航客機上個月空爛事件 馬航一班同型號的客機 星期日飛行途中曾急墜數千呎 險象還生 馬來西亞民航局正調查 一班馬航客機飛行途中急墜數千呎的事件 攝氏的航班MH2664 星期日由吉隆坡出發飛往沙巴豆湖 有機上的乘客事後在社交網站說 飛機起飛大約半小時去到3萬呎高空 突然在幾秒內急降7000呎 之後再俯衝 有乘客沒有帶好安全帶被拋離座位 根據飛行追蹤網站 客機在10分鐘內由3萬呎降至1萬7000呎 飛機隨即截反 馬航就說客機當時出現技術問題 攝氏的客機型號是波音73788 和上個月在廣西發生空爛的東航客機相同 機零是8年 至於造成過百人死亡的東航客機空爛 黑盒已經送往美國分析數據 以調查事故的起因 根據國際民航組織規定要求 民航局會在事發後的30天內 發布事故初步調查結果 看看天氣 一度雨大會由北部移向南部,山區有雪 天氣普遍乾燥有陽光,特別南部 沿岸地區有裂風,抵感寒冷 氣象局對包括倫敦在內英格蘭東南部發出黃色大風警告 對蘇格蘭北部發出黃色結冰警告 下午開始好轉 其餘地區間中有陽光和趙雨,部分地區月細寶大和落博 天氣寒冷,大風 倫敦星期五氣溫介乎3-11度 碧仙圖3-11度 加蒂庫城3-10度 百明漢2-10度 馬茲斯特2-10度 海丁堡1-8度 博爾法斯特2-8度 三文轉送到這裡 拜拜